我们继续再来讲解 革运天照 革运天照有好几个法则 第一 开新门 开新门是纳契 纳契 纳契非常重要 关西一家 他的安慰 事业等等都有关系 上次跟各位讲了 我们台湾一个企业公司 也因为天津过了 所以整个公司的经济财务 发生很大的困难 后来经过我们的主持唐正一 开个新闻 然后他就整个公司起始回升 那是开新门契 是纳契 比喻 我们 七阴盖 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 好 我们所盖的房子 刚好是旭山成像 好 那六六六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 好 旭山成像呢 你到巴运 原来开中文 开中文 这中文是旺了七次 旺向 好 就旺向 但是七七已经过了 那你就要改开 改开这个 好 好 那你若是这里这样来 没有地了 你就改开到这边 纳契 纳八百契 那接下来的整个契运 是与这栋房子和文的关系 文本身还旭山 旭山呢 已经就变成上山下水 但是有人说 哎呀 我把它改成前山 旺山 那改前山呢 好 但是前 外面是地缘 外面是天然 内地外天 就是家庭不同心 员工不和谐 在半年前 我们在彰化一位师姐 他开了一个工厂 在前几年 七印好多门 到去年开始衰退 他就去改个门 改个门 比较旺向 我说你内门不改 改前门没有用 你钱 你有这个订单进来了 员工做不出来 员工 很多的灾难 你讲你的 对啊 我讲我的 他们做他们的 那不是很好吗 都做错了 好几批都亏本 我使你叫外门 改和内门不同元 外门是天然 那么你内门是地缘 天地不交 还是没有用 外门 你是地缘 内门天缘 也是天地不交 也是没有用 我说赶快 内外门都改了 在内门外门都改童言 最近来 看了满脸的笑容 他说我改了以后 这个员工 大家比较和谐 我拿回来的订单 都能如期的完成 这个也是 不可思议的 啊